这是我做的莫奈花园 我叫孙茜 去年在德州开了一家花膜店 每天就和这些漂亮的馒头打交道 大家可能认为馒头就是比较普通 其实咱山东的馒头有很多种花样 我也想重新做一些漂亮的馒头 让大家都认识到 所以就去瘸了这门老手艺 然后进行创新研发 也是在网上查阅了很多信息 然后经过老师的学习 做了很多这样各式花样的馒头 为了让这么好看的馒头迎合市场 推出了一系列的花卉馒头 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玫瑰花馒头 这种的比较爱意满满 还有咱的国花牡丹 也是比较流行的 而且是比较受老年人的喜欢 还有荷花的馒头 向日葵的馒头 马蹄莲馒头 现在我们做了有十多种样式 很多款式的花样馒头 我们推出这款玫瑰花花篮 很多外地的朋友慕名而来 像平时我也经常拍我做的这些花样的馒头 现在就开了抖音团购 为了更广的突破关销售渠道 但是这个馒头呢 它不是很长时间保存 所以呢 现在我们做了有很多的面素 像面素的话 它是百年不快的 而且也是用面粉做的 推出了很多这种创新的面素的小改件 我们也是想继续把这个 飞仪的花模继续做下去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喜欢这个飞仪的花模和飞仪的面素 因为这是咱山东的特色 下载闪电新闻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